3月28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达记者问。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将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行。 届时,将举行高层研讨会、国际舰队检阅、联合军业展示、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 截至目前,已有60余个国家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参加多国海军活动。 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国际舰队检阅。 1月6日,在中国商飞旗下,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中心板金车间。 陈胜超检查加工好的板金件。 新华社记者陈飞社 新华社上海1月6日电提,陈胜超,从优等兵到金牌技师,新华社记者潘青。 从炮点校准,到飞机零部件效型,对于33岁的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飞机板金工陈胜超而言。 一字之差,意味着人生中重要的角色转换。 也记录着他从优等兵到金牌技师的成长之路。 利用金属材料塑性进行的板金加工,是现代工业制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传统飞机制造中,板金加工零部件占比高达约六成。 在承担着中国大飞机梦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飞机板金工是一个通常需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经过两三年培训才能胜任的工种。 2009年,脱下军装加入中国商飞旗下上海飞机, 制造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中心板金车间的陈胜超。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岗位。 1月6日,在中国商飞旗下,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中心板金车间。 陈胜超又指导工友加工板金件。 新华社记者陈飞社。 幸运的是,起步之初的陈胜超,遇到了一位难得的良师, 曾已经占技术亮相大型新闻专题记录片大国工匠的板金七组组长王伟。 师父耐心细致的言传身教, 让陈胜超很快找到了板金的门道。 不过,老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午饭见细,下班之后,都成了陈胜超的修炼时间。 凭着两年军力生涯给予的不服输,不怕输精神,以及担任技术兵种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 两年后,陈胜超通过了初级工考试。 此后,他不仅取得飞机某接资格证,还完成飞机板金冷效型、热效型等专业技术培训,成了一位既能生产零件,又能维修飞机的复合型技能工人。 师父王伟的代交三步走战略,包括了自主训练、项目实践和技能竞赛。 事实上,参与各种技能竞赛,也是陈胜超快速成长的秘诀之一。 连续几年在车间技能竞赛中,名列前茅后,陈胜超自信满满的现身2013年上飞公司职工技能大赛。 没想到,因为一个小小的试图失误,陈胜超无缘前三名。 1月6日,在中国商飞旗下,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中心板金车间,陈胜超测量准备加工的板金件。 新华设计者陈胜,这次挫折,一度令陈胜超非常沮丧,却也让他对自己这份工作有了全新的认知。 零部件板金加工中的误差看似不起眼,但安装到了飞机上,就可能酿成大祸。 陈胜超说,作为飞机制造链条上的重要一环,飞机板金工对自己的要求,不应该仅仅是合格,在工业制造领域。 1%毫米被俗称为一丝,此后,陈胜超以一丝不苟为目标加大了训练强度,掌握了降误差,控制在十丝以内的绝活。 终于,在2014年,中国商飞城办的中国技能大赛中,他如愿以偿地收获了飞机板金工种冠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金牌技师,在上飞公司零件加工中心副主任许江伟看来,适应环境能力强,学习能力强,有拼劲是陈胜超最大的优点。 他说,即使脱下军装,这个年轻人身上仍然拥有鲜明的军人气质。 中心高级生产主管黄玉琴也说,陈胜超努力学,自己就愿意教。 这个徒弟带得很开心,因为陈胜超经常加班加点。 妻子胡小丽持续工作在家照顾两个女儿,并从本不多的家庭积蓄中拿出钱来添置了一台车。 好在双方父母通情达理,给这个小家庭提供了很多帮助。 胡小丽说,女儿特别崇拜爸爸,看到飞机在空中飞过都会问,这一定是爸爸造的吧? 每每听到女儿自豪的口气,胡小丽觉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从优等兵到金牌技师的角色转换,为陈胜超带来了包括全国技术能守在内的诸多荣誉。 不过,陈胜超看重的并不是这些。 从按照国际标准自主研制的A2J21支线客机正式运营,到中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C919成功首飞。 中国国产飞机制造的这些高光时刻,有自己的贡献,才是最令陈胜超骄傲的瞬间。 四年前,陈胜超开始担任板金车间板金四组组长,和当年的恩师王伟一样带起了徒弟。 除了带领班组,完成各项生产任务,他正计划通过梳理板金零件制造和飞机板金维修效型之间的联系。 进一步提高零件质量,缩短维修时间。 我希望继续和国产商用飞机项目一同成长。 因为大飞机事业是实现我人生价值的最好平台。 陈胜超说。 环球网报道记者张飞扬崔洁通,美国军舰再次到台海挑衅。 路透社24日,引述美国军方的消息称,美国海军与海岸警卫队的两艘军舰,穿过台湾海峡。 报道称,美国最近增加了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 尽管遭到中国的反对。 报道提醒,这种航行可能进一步加剧与中国的紧张。 美国的行为将被可能被台湾视为华盛顿对它的支持。 而最近北京与台北摩擦加剧。 美方在声明中称,此次穿略台海的两艘船只,分别为美国军舰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科蒂斯维尔伯号,以及海岸警卫队的巴索夫号警备舰。 声明宣称,美国将继续飞越,航行于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 美国海军的科蒂斯维尔伯号驱逐舰,岛内绿煤24日,欢呼美国军舰此次穿越台湾海峡,已经是9个月来第六次,还强调这是美军舰船一个月来,第二次穿越台海。 同时也是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第六次。 美国军舰上次穿越台海是2月25日。 当时,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戈尔曼上校对媒体表示,斯特希姆号导弹驱逐舰和查维斯号补给舰,依据国际法。 于2月25日,例行穿越了台湾海峡。 他宣称,两舰穿越台湾海峡,显示美国维护意态地区自由与公开航行的决心。 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抗议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就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立场,向美国表达关切。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美方采取的挑衅行为。 这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无助于中美关系发展。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当时曾回应说,中方对美舰的相关动向是全程掌握的,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针对台湾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此前多次表态。 他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个立场是一贯的。 也是明确的。 邪阳自重。 blasting 你可以иты 和转的门 Sant 内二个联合物与台湾请 ddheaded